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勤看 向勤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網掃描 可以到後訂閱年代 向勤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驚嚇水域的爭議 現在中國灰色地帶衝突繼續惡化 而且擠壓台灣的海權 跟這一個治權的同時 這一回合 中國企圖將台海內海化 那國際間高度關注這幾天 中國軍機老台 不僅僅是逼近巴士海峽 事實上距離基隆 也是逼近到43海里 這一回合對520的賴清德就職演說 重要施壓的同時 國台辦還直接說 只要台灣方面承認九二共識 就可以談判 那國台辦當然也對於這幾天 老美通過對台的軍售 再度生氣氣的表態說 民進黨以武謀獨 好這一回合兩岸之間關係 以及台海的局勢變化 直接會影響到美中的角力 美國之音今天有專題分析報導 這裡頭定調的是 國防專家定調 美國必須制止中國對於台灣越線 而越線的角力還在進行的同時 立法院今天的招委大戰 藍綠各憑本事拿招委 反倒是民眾黨的黃國昌 他直接說民眾黨全力支持國民黨 好這引發很大的爭議 難道票投民眾黨就是票投國民黨 那民眾黨如果直接變成小藍 而且是又廢又藍的話 那對於未來的政治板塊 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立法委員 蔡逸宇 林冠好 大家好 再是吳征 林冠好 大家好 好 再是張逸散 大家好 再是尚一夫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好創下 一方面立法院今天招委大戰 那民眾黨的爭議還在延燒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國際間高度關注的是驚嚇海域的衝突 因為過去 這一個中飛在南海的衝突 也是這樣子 全方位的擴大跟惡化 其實國際上對於台海的情勢 越來越關切 而且覺得說必須要做一點施行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光在昨天228這一天 中國對於台灣的 還有整個印太的施壓 就從包圍金馬 穿越中線 擠壓台海 這個三部曲 持續的在施壓 我們先講的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 他現在有10幾艘的船艦 在金馬那邊晃來晃去嘛 但是呢 昨天 在228的架寫裡面 載有19艘的飛機 7艘軍艦 其中有12次故意穿越台海 而穿越台海之後呢 他們這一次呢 還非常的由台灣的北邊 西邊 西南到東南 越來越靠近 其實在北邊的時候 離基隆只剩43海里 而在南邊的時候 穿過了巴士海峽 逼近而南鼻 甚至越到我們東南邊 在南嶼綠島那上方 都開始在威脅了 那麼國軍呢 當然是嚴格的警戒 除了平常在巡弋的飛機和機艦對著他們之外 也啟動了暗自飛彈 大概就是我們的海風中隊 上面的熊二或熊三 都有在做好準備 避免他蠢動 這種施壓之外呢 另外呢 昨天是228 國泰辦出來 出來的時候講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對台灣持續施加是說 從2月1號開始 他啟動的M503這個航線 目前平均一天是有65架的架次 就開始就飛他們這個變更之後的M350航線 但是呢 大家更關切的是 橫向的 WE22 WE23 他還有宣稱說 只要他們準備好 隨時就啟動 所以不但是有軍機給台灣施壓 他們那些民航機中間 甚至是以後橫向的WE22 WE23起來 隨時都對台灣產生新的一個壓力 另外呢 他們也針對了 拜登呢 在整個台灣大選之後 再給台灣它的一個任內的第三次 第三次軍售 而這次軍售呢 是幫助台灣的協同指揮作戰 C4ISR 就是把D-Link 提升信任的先期規劃 23億台幣給了 而這個國台辦的 竹鳳年出來又氣哭哭的罵了 說這個東西就叫做民進黨 試圖以武謀獨 然後只會帶來台海兵凶戰危 然後講這麼多之後 那我們知道說 現在整個最直接的一個 這個紛爭和爭取那個是什麼 就是驚嚇海域 那艘船的一個狀況 結果呢 朱鳳年也已經不演了 先前的時候還在講啊 是什麼要道歉或什麼 直接拉高 如果這個海域的問題 禁止限制水域的問題 要怎麼談 只要台灣接受九二公事 就可以坐下來談判 他已經把所有東西都無限升高到政治上去了 而在這個形勢裡面呢 美國之音就寫了專文 直接的標題就叫做 必須制止中國越線 因為中國這些形勢裡面 都是利用這個狀況 想要去突破台海的線轉 他們訪問了 外交政策研究員的 資深的那個 叫做善學的人 而這善學的人特別提到 現在他們分析中國的目的叫做 不乏一旦擠壓台海 就是你看他們 因為事實上呢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他們不斷在巡視 那台灣要不要衝突 如果產生衝突 怎麼去處理 那台灣的海巡艦 只能去用廣播 去把它給驅離 請它離開 但是對中國來講 他們的官媒 繼續在宣討說是 這個東西以後就會 台舉巡防台海 他們走向常態化 那走向常態化之後 不斷是抹掉了台海中線 甚至是台海的 台灣對台海的治理權管轄權 都可能被持續抹掉 而這持續抹掉之後 台灣要怎麼辦呢 因此他們覺得說 這個事情之外 其實包含是賴清德 大家都知道 他是對賴清德520施壓 賴清德現在怎麼去處理 蔡英文目前正在處理 而且他們還認為說 蔡英文應該會很穩健的處理 但是賴清德你也不能軟 你的整個在520就職的時候 宣示台灣主權的明確 是不能軟的 因為你一軟之後 中國就會持續的再擴大下去 另外一個也是提醒台灣 還有提醒美國 軍事實力 才是確保這種不發一彈 然後擠壓台灣最重要的關係 那回到現在了 現在的核心關係 所以我們的整個海巡署呢 也開始要用科學證據 具體說話 因為他們拉高這麼高 包含台灣有一些協力者 不斷的在講說好像錯在台灣 就是因為在那個照片上 物理激震上 發現那艘被翻的船 上面有兩個地方 是有撞到過 可是撞到過之後 從科學上來講 是不是他就是因為那個碰撞 就翻覆 其實在科學上還有很多的驗證的 因為呢當時那艘船 他是最高的到達40節 大概是74公里 那74公里之後 如果你就像我們高速公路上 六七十公里的車子 魚碰到一起 不會只有輕輕的凹痕 船體是完整的 所以昨天海巡署呢 慢慢的也出來公佈了 在翻覆之後那艘船裡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左滿舵 就是兩個那個開關裡面 是左滿舵 那左滿舵意思就代表著 他在翻覆的那一瞬間 其實是正在高速的轉彎 而我們只知道吃水這麼淺 這麼高速之下 是不是自行翻覆 這個科學上是可以討論的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拿出來 大家用科學來討論 而另外一個狀況呢 其實我們已經進行到了 九次的談判 那九次的談判 海巡署那邊呢 中國呢也是刻意拉高 而拉高之後 要求你要道歉道歉再道歉 但是我官方呢 絕對不能接受道歉 因為如果你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他是三無常 他是根本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只要你道歉 以後我們的海巡人員 在台海的整個海域裡面 不知道如何執法 因此絕對不道歉 但是不道歉 那怎麼去處理到這個問題 現在全世界非常關注 因為關注的原因是 有一方 他是用民族主義 政治謀略 在處理這個問題 而不是在根據事實在講話 而且明傑 事實上中國軍機跟軍艦老台 今天事實上在空域 是四面空域老台 那其中 北台灣的部分距離基隆最近 而是只有到四十三海里 那我們看到這個中國持續 用這個灰色行動對台的入侵跟施壓 那這不只是施壓 我們要提醒這也是圈套 那台灣當然不能上當 那當然要如何來應付 我當然第一個堅守主權的底線 是不能退讓 不過某個程度 為了避免上鉤 我覺得當然要保持彈性 那這一個部分 絕對不能掉到他 設的這個政治陷阱裡頭 那我們講到 他這一連串 不管是空中的基建 海上 這些所謂的入侵 金馬外島 這個禁制水域等等 這些部分 當然政治上 主要他就在壓縮 台灣的這個生存空間 那當然進一步是在侵蝕台灣的主權 那當然 其實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講到這個金門三無快艇 翻覆這個事件 當時其實我們就提醒說 他就是目的 要逼迫台灣接受 這個中國定義的一中原則 跟九二共識 果不其然 你看三無快艇事件 兩岸協商 多達九次之多 那都沒有這個無疾而終 那國台辦28號 馬上就出來喊話說 只要民進黨承認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那這一切都好談 所以這個借題發揮 這個用意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台灣不能接受 因為如果真的接受一中原則的九二公式 那反而是如同自我放棄主權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他新的策略 過去不管是 這個以武逼談或各種方式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他用灰色行動 以壓迫的方式 來逼迫台灣談判 這樣的策略正在進行之中 當然目標也是 就是劍指這個台灣的五二零 那賴清德總統新上任 那手段上他不發一旦 國際學者形容說 用這樣的方式來壓迫台灣 那跟他講到 這一個基建老台 基建老台當然過去 一兩年持續的升高 那去年底選前他當然一度 那這個降低這個姿態 那另外不過在今年 我們觀察大概是年後就開始 這些基建的這個數量頻繁 越來越高 那頻率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像到昨天28號來講 那他的這個空中的這個軍機 甚至直接繞行台灣的東面空域 我們看到 其實他基本上還是透過這個 無人機的這個部分 那繞行到台灣的東面 那其實基本上台海中線 那中間 昨天大概有9架也超越過中線 這個部分是在2022年 那8月這個裴洛西訪來之後 他就刻意打破 這個部分就是要步步進逼 那基建的部分 到底要如何處置 我們大概一併來講 不過就是這些手段 還包含像我們看到 今年過年的時候 那這個探空氣球數量 每天8枚之多 那另外海上的軍艦到昨天 也有多達11艘 在台灣附近出沒 那金融時報更提醒說 有這個海側船 這個科考船 那在台灣東面 直接24海里的臨界區逼近 在這裡活動 那這樣的方式當然還配合 他2月開始啟動 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在金馬外島這些 近至水域 開始派海警船 用所謂常態巡役的一個方式 那同樣在壓縮台灣的這個主權 那來擴張他所謂的管轄權 那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為什麼強調說 這是個圈套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先前台灣的國防部 這個部長邱霍正講到說 一開始就是說 軍方不介入 有海巡去處理 這個部分 受到一些國內的這個輿論批評 但我認為這個部分 就是要避免上鉤 因為一開始他就用海警來對你 你如果直接升高到軍方介入的情況之下 正如他意 他就有藉口可以升高衝突 所以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強調說 必須保持彈性 也必須要謹慎 那他的一個做法當然是 透過你這個同時在用這樣的事件 那這個打這個所謂的混合戰 這混合戰裡頭 其實也包含了法律戰 輿論戰 甚至所謂的認知戰 那法律戰的部分 我們還是必須要談的去跟他談 就依法來論法 所以拿出市政來跟他這個看誰對 這樣的方式 但是其他的這個準備應變上面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說 譬如說外島金門跟這個馬祖禁治水域 其實這個地方 我認為反而相對比較好處理 因為他的水域這個並不大 這個部分他海警船進來 基本上我們海巡 我認為是有能力可以全程來緊盯 緊迫盯人 那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也不需要去跟他 比這一個海警的這個盾位 都有多大 那因為這個地方 基本上離這個金馬自己的 這個金字水域範圍比較小 所以海巡我認為 反而是艦艇數量增加不用大盾位 但是24小時全面緊盯 你來我也來 你要這一個擴張你的管轄權 我就增加你的困難度 你走過之後 我也同樣再走過 這個地方你要聲稱 你有管轄權 其實我們也還是保持我們的管轄權存在 所以這個地方跟他打游擊戰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 那不過台灣的本島的部分 我認為其實是更為複雜 因為畢竟台海的海空域 是這個國際水道 也是國際的航線 這個部分他想要全面來這一個 直接擴充他的這些實質管轄 其實能力上我覺得第一個 不敢實質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縱然有這麼多的基建 這個每天在台海周邊活動 但是畢竟譬如說戰機 你再飛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得回去 海上的軍艦要過來 基本上來講 其實如果以這個距離來講 還是敵遠我近 那所以你不斷的每天在台灣周邊這樣繞 第一個這個國際也會看不下去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台海的一個通道 為什麼反而會受到國際的矚目 那認為說反對這個台海和平 遭到破壞或現狀遭到變更 這個部分為什麼國際會關切 因為都影響到各國的利益 這個部分我認為相對來講 對中國他想要把台海這個封控成他的內海 其實事實上是有困難 第二個還有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有國際專家也談到說 台灣必須要維持軍事力量 因為你看到 在這個台灣本島的部分 我們剛剛這一個圖上看到說 他這個空中再怎麼繞 他雖然離這個基隆 像昨天43海里 基本上來講 還是不敢接近到台灣的領空 也就是12海里的這個附近 為什麼 因為台灣自己本身 也有一定的防衛能力 包含空中的戰機也好 海上的軍艦 甚至我們有為數眾多的反艦飛彈 防空飛彈 真的你近來觸碰到12海里的領空 對在國際法上面來講 他自己也站不住腳 如果一旦被攻擊或者被擊落來說 他自己其實面子也掛不住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台灣的國防實力 還是作為重要的依據 那當然灰色行動入侵 連美國都很頭痛 這個部分當然是很難處置 那如何要避免他來這一個 跨越這條界線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兩個 第一個 就增加他的這一個困難度 那讓他進來之後 無實質的這一個效益 就是說他想要在這裡擴張管轄權 但是增加他的這一個困難度 讓他沒有辦法 進行所謂的執法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海巡 其實某個程度是做得到的 第二個 增加他的成本跟代價 就是說 你繞 你越繞 其實你的這一個各方面 不管是軍費也好 其實就燒得越多 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看他 為什麼用太空氣球去取代 那可能戰機的這些數量等等 表示這長期下來 對他也是一項很重大的耗損 所以這個部分我強調 就是說第一個是圈套 絕對不要掉進去 第二個我們保持彈性 堅守主權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其實 這個我們看520之前 他這些動作當然會越來越多 那如果有這個原則 我們能夠秉持得住 我認為還是可以因應 以上除了台海跟今下的海域局勢 國際間高度關注之外 另外一個是立法院今天找 釗偉大戰 藍綠各拿巴西 不過呢民眾黨的黃國昌說 全力支持國民黨 對這個釗偉這八個委員會 像轉輪盤一樣 這幾天都因為國民黨說要 禮讓民眾黨 所以這八個委員會 全部轉了一圈 到最後還是一席都沒有禮讓 反而是民眾黨支持了國民黨 所以這整個的過程就是 柯文哲耍了傅崑 傅崑耍了黨團 藍白立委耍了所有的民眾 基層炸鍋情況下 國民黨的立委不敢禮讓嘛 因為只要一禮讓 他們選區的電話就接不完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最重要還是傅崑崎啦 傅崑崎其實從 跟柯文哲 AA制吃飯之後 他本來上週 我們都還討論的時候 就是藍綠各巴西 為什麼突然在 所謂吃完飯之後 多了所謂的 一定要禮讓民眾黨 一席這個風聲 所以要有討才有讓嘛 你傅崑崎在民眾黨沒有討之前 就說你要讓一席 就整個的過程都說 都被民眾黨所謂的熱臉貼冷屁股 被你洗掉嘛 洗臉洗你傅崑崎嘛 包含黃國昌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說有改革才有位置沒有 改革比較重要位置不重要 黃珊珊沒有這回事 包含最後可能禮讓的林國成 到今天為止也沒有成型嘛 所以整個過程都是因為 在立法院討跟要讓是非常重要的 誰讓誰你又來討的時候 你才欠我一次 我讓給你才欠我一次 而現在的這個整個的結果 變成是民眾黨掌握了優勢 為什麼呢 變成我支持你 國民黨這八席八票 全部支持你的時候 你變成未來的法案 你欠我一個人請啊 你一定要支持民眾黨的相關的法案啊 變成是傅崑崎在所謂的司法法治委員會 黃國昌宣布八席都禮讓給國民黨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旁邊拍手 那我就要問傅崑崎 你如果黃國昌的四大改革方案 裡面有一條叫做假釋案 要提高所謂的假釋門檻 那你傅崑崎贊不贊成 你就是因為這個門檻太低 所以你假釋出來 今天你有立委可以做 今天你有總召可以選 都是因為這個門檻的過低嘛 結果他今天就是故意要洗眼你傅崑崎 你提這個法案 你傅崑崎要不要簽名 但是他今天招委讓你囉 所以重點是讓了什麼 什麼法案才是真的嘛 你們要跟選民交代未來在法案的協商裡面 民眾黨的法案 你國民黨要不要支持 國民黨的法案 你民眾要不要支持 是什麼法案 理由是什麼 這才是民眾關心的 所以你這個今天的結果 國民黨不但是沒有辦法 理讓給了民眾黨 而且讓民眾黨支持了國民黨 現在換成國民黨欠民眾黨一次 整個未來議事的主導 會被傅崑崎一樣被黃國昌帶著走 就變成我們要觀察的對象 而基層為什麼這麼生氣炸鍋 不要忘記了基層的上次的 美麗島民調裡面 厭惡值有高達五十八對於民眾黨厭惡 國民黨的厭惡值 國民黨支持者厭惡值是多高 五十六趴還高過平均值嘛 表示國民黨根本不希望你 國民黨繼續跟民眾黨眉來眼去藍白河 所以今天傅崑崎導致的這個 所有黨團炸鍋的結果 所有國民黨支持者炸鍋的結果 未來傅崑崎在黨內的領導權 一定會備受挑戰 好那但黃國昌說 民眾黨巴西全力支持國民黨 就你的觀察小草們 會有什麼反應 當然小草也有部分 當然小草有部分 我說小草是一個很複雜的組織嘛 前陣子我說過 韓粉跟所謂的寶粉 為什麼會離開 楊寶貞因為沒有辦法 做黨團的副主任 所以他離開寶粉離開嘛 很重要一個部分 叫做韓粉離開了嘛 韓粉為什麼會離開 就是因為你民眾黨 柯文哲在院長 副院長的選舉過程裡面 一物二脈 所以得罪了所有的韓粉嘛 所以韓粉這一次民眾黨支持 所謂的國民黨的人 會不會回歸 我覺得還是要打一個大問號 因為未來在黨團協商 如果現在民眾黨 在八個委員會 是沒有招委的情況下 未來他們唯一可以發揮的舞台 就是要做黨團協商 未來黨團協商 你會不會跟傅崑奇 繼續聯手 挑戰韓國瑜 立法院院長的權威 這個就是我們要觀察的點嘛 那未來所謂的小草 會不會暴怒 那就在於說 你在所謂的黨團協商裡面 你跟傅崑奇 到底交換了什麼東西 那未來你會不會挑戰韓國瑜的權威 小草都在看 另外就是說 剛才也講過 像黃國昌的倉粉 他們看到黃國昌 是希望你可以所謂的改革嘛 包含所謂的假示範 要不要這樣提高這個門檻嘛 那你會不會因為傅崑奇的壓力底下 你把這個案撤掉了 那個小草有些改革年輕的小草 他可能就會因為你這個 跟國民黨眉來眼去 那本來要的改革的方向不見的時候 你這些所謂的年輕人也會離開 好我請教一波 黃國昌今天講全力支持國民黨 確實在網路上炸鍋 那民眾黨的巴西真的沒有用嗎 還是逐漸的最終的走向小藍化 我覺得一件事 柯文哲說過嘛 那巴西可能是少數 但未必是關鍵 那當然你說 黃國昌可以跟 柯建民合作嗎 我想應該沒什麼機會吧 包括 政府院長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跟民進黨內 電話門的事件衝突嘛 所以 現階段你看起來 民眾黨要在國會生存下去的話 還要扮演一定關鍵的力量的話 他必須要依附一個比較相對大的政黨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看當初黃國昌提案 21號加開院會那個案子 被朝野協商 綠營根本連協商都不去 白的就洪夢凱去 傅崑奇也沒到嘛 然後那個案子協商不成以後 我們再看來說 22號的協商 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23號加開實安會議 變更議程加開實安會議 是誰的案子 是柯建民提出來的案子喔 柯建民提出來的案子喔 那黃國昌在議事運作上面 他還敢不敢再擋一次 也不敢擋啊 只好簽啊 他簽的23號實安是柯建民提出來的喔 在議事工房上面 黃國昌算是舒慘耶 那現階段 黃國昌吃了這一次教訓以後 我覺得相對的 他總要找一股位來支持他的力量 只好選擇的是國民黨嘛 不可能選擇民進黨嘛 柯建民在那邊嘛 所以他想把把 可是他招惟全力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就支持民眾黨的法案嗎 未必啊 對啊 那國民黨就支持黃國昌的提案嗎 也未必啊 我是講一句最白眼的話嘛 當初我就想 如果你交通讓給了林國成 那我請問你NCC 國民黨對NCC 處理中天的態度跟黃國昌的態度 要怎麼處理 黃國昌有表態嗎 沒有啊 要怎麼處理 然後呢 你看國民黨要恢復特徵組 柯文哲反對恢復特徵組 要怎麼處理 所以 不是讓了以後全部都可以談 那我問你 傅昆琦贊成恢復特徵組嗎 嗯 哈哈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問問小傅 司法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的招委 那個吳宗憲 他曾經看過記者會是支持要恢復的 是支持要恢復的 但是傅昆琦我好像沒有看到他表態 對啦我覺得他會不會表態不一樣 國會特徵組 國會特徵組 然後萬一 萬一 吳宗憲真的把案子提出來 要恢復特徵組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大家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國會特徵組 我覺得 張委的選舉跟議案 議案是我 我一直認為是case by case 因為雙方還是有不一樣的意見嘛 我就舉特徵組你就是有衝突嘛 但是在陸配上面 大家 大家一致嘛 為什麼一致 柯文哲選舉的時候提 許春英的時候那時候鬧得風風雨雨 他說過一句話 跟陸配有關的一百萬 難道不應該有代言人嗎 那換言之是什麼 一個陸配案 是一百萬的選票 國民黨放掉嗎 還是白要放掉 所以聯合搞這個案子 大家都在想搶陸配的票 其實你說合作也好 但是彼此之間 考慮的是什麼 未來這個選票的競爭嘛 不然 你提出來 我們配合你 那 票都你的了 你主導了 所以 看得出來意識上面的 何來何去 也許是 大家可以有 一致的東西 六年 改四年 取身分證 但是大家的想法就是 不是真的是從陸配出發 還是從選舉的選票出發 選舉的選票出發 就是我不能讓你獨得嘛 所以你說 今天的招委選舉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那八票就錦上天花嘛 你不投給我 我還是巴西 最有趣的 共識營 舉手贊成的人 舉手贊成的人 到最後公開出來說我反對 在今天黨團大會也說我反對 共識營他是支持的喔 道理很簡單嘛 辦公室電話被打爆了 每一個回選區被罵翻頭了 連共識營贊成的都變反對了 然後交通委員會裡面呢 稍早稍微討論了一下 一面倒全部反對讓 陳雪生可以讓喔 陳雪生他沒意見喔 傅君奇找他談的時候 他黨團決定喔 但是陳雪生也聰明喔 他說這一會期我可以讓喔 他是想要說我讓了 我要當下回期的總教 下回期省預算 影響力更大 他說他可以讓喔 但是問題是 底下的 你知道交通委員會 國民黨只有兩席當過立委 一個陳雪生一個辱民者 其他全部新科立委 全部受不了壓力 那只好都反了 所以今天黨團大會 也有幾個人在那邊講啊 說我們回選區被罵翻了 所以一開始 黨團本來想要幹什麼你知道 想要說 以前這立法院慣例 大家用協調 共推召集人 那就不用投票 以前 以前你經常會看到財政委員會 是共通協調 共推 那一語也都在嘛 有時候大家沒什麼爭議的時候 大家票數算一算 反正就這樣嘛 你幾席我幾席 我們還是支持林國城啊 那我們還是出去被罵啊 所以到最後 真的沒辦法 到最後大家都決定 不讓 不讓了 讓不下去了 那你就看到很多開始表態 就是在投票的時候全部亮票 全部亮票 那 你看第一個亮票的財政委員會 他一定得亮 我們沒有投給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可能是未來講話 他的對手 然後呢 又有三席是台北市的立委 這三席如果當初讓財政 這三席都不要活了 對 那讓給林國城的話 當初考慮讓給林國城 當然林國城他 不分區立委 他不會選嘛 不會選嘛 那這些立委可能相對好過一點 但是對不起回去一樣被罵翻了 一樣不好過 所以到最後真正關鍵不讓 倒不是什麼黨團 傅君奇講這麼多理由 就只有一個理由 大家被罵到怕了 辦公室電話接到怕了 包括連傅君奇辦公室電話都被打爆 不是只有那些區域立委喔 連傅君奇辦公室都接到抗議電話接不完喔 但是打給傅君奇的是花蓮相親嗎 國民黨支持者 黑黑想打就打 國民黨支持者 反正立法院的電話就是叫總機 打到那個立法院上去查總機 直接轉辦公室很簡單嘛 所以大部分立委的電話都被打爆了嘛 所以大家會怕嘛 連共識營支持的到最後都得公開出來 說我反對我反對 那表態給什麼 表態給地方上罵我的那些人 看我沒有支持我沒有支持 但是共識營他確實舉手的 你看那個壓力有多大 所以到最後為什麼不讓 讓不下去 那這個格局就可能一路走到2026 也是這個格局啊 走到2026 合不下去讓不下去啊 啊當然讓不下去 讓的都是割肉為虎啊 哪來那麼多肉來割 書記長侯孟凱想不想選新北 想 黃國昌新北是不是選項 想 是啊 啊張家俊想不想選 縣長 想 劉建國會不會要選縣長 想 啊 你說這一連串的對立 都在立法院 你說有很多事情 還包括黃珊珊是不是選台北 波及到台北市的立委 你能不能又去做什麼事情 如果黃珊珊提了一個案子 對選民會有影響 我請問你台北市 台北市的立委該怎麼處理 到最後可能大家都提對案版本說 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支持黃珊珊 我是支持我自己的版本 不然你回去你會被罵死啊 所以未來的議事運作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黨在議事攻防上面 一定要依靠國民黨 但國民黨內部裡面有 2026年的衝突壓力也很麻煩 也會相當麻煩 所以他變成一個處理過程當中 他會摻雜到2026 未來的立法院不是單純的 我跟妳合作的問題 連那一個2026的都下去 黃國昌說新北市他的選項 桃園也有人叫他選 新竹縣也有人叫他選 那我請問你 這三個縣市的人 怎麼支持民眾黨選招文 然後你又說黃珊珊選台北 台北市的立委怎麼支持 所以未來他的選舉 2026的選舉 還會直接影響到立法院裡面的合作狀態 他的複雜性 比過去還要高很多 那他這八席 會不會一路就沒有用這樣子收工 然後他們的不分區 剛好兩年就要收工 兩年就要收工 那大家就回過頭來問一件事 民眾黨 票投民眾黨變成投費票 我要什麼票 我要哪一席嗎 我有什麼 所以裡面在談說 民眾黨也沒有提出哪一個委員會 也沒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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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兩年後 那換八個 那八個應該是比前八個還要聽民眾黨的話吧 更慘 一定大部分絕對可以掌握吧 那我就回過頭來想一件事 2026年的縣市長選舉 立委出去選多不多 多吧 那誰當選的多 誰在立法院的席次 瞬間會減少 當然後面還要補選嘛 但是對不起我只問一件事 如果江啟臣選台中市當選 就職 持立委 三個月後補選 但第一件事情先發生 立法院副院長出缺 出缺完了以後 民眾黨那八席重不重要 如果傅崑奇要選 如果傅崑奇腦袋想到 2026年他有機會副院長的話 那這八席對他來重不重要 你又幫我找新工作 你就說老謀生算也好 他一下選新北市長 一下選副院長 你說老謀生算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如果想到那一步的話 民眾黨沒有說要 他卻一直堅持說要讓 那如果你說選黨主席 選黨主席最重要的是 灌人頭黨員 不是拉民眾黨 對 選新北市黨內初選 大家還認不認同 那都還有一回事咧 那唯一你為什麼堅持 這麼要跟白英合作 我唯一腦袋賺了半天 只有2026年副院長可能出缺 那八票又變得很重要 那我想來想去 只有邏輯上這一個推得通 其他我完全推不通啊 好 邑宇怎麼觀察今天的招偉大戰 我想這 峰迴路轉啊 事實上今天來投票的時候 我心裡都還是想說 那大概國民黨就是會禮浪交通委員會 就是陳雪生這一席大概就是浪了 結果我在那個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就聽到有記者說 交通委員會投票量票 量票後來還了解說 量票竟然還不是投給林國城的時候 是全部表態說 我們都是投給陳雪生 我第一個心裡的反應就是說 哇那直接就是 傅崑奇招偉 微信就可以在今天就是蕩然無存了嘛 他努力了這麼久 包括去跟黃國昌跟柯文哲 吃了那一頓飯 然後大家都這個 酒也喝了不少 我再補充一下 26號共識營結束完 對 傅崑奇跟柯文哲在一場聚會包廂裡面 出席同一場聚會 還被拉到旁邊去稀稀說說 對嘛 所以就看出說 你看他又辦了這樣的共識營 那共識營 這個誰 吃六千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共識營至少 也有產生一個結論嘛 沒有大家的投票 也是有一個結論 授權這個黨團 那黨團看來傅崑奇 也很努力的去跟陳雪生溝通 說啊你就看起來民主先做一個 我們要拉攏民眾黨 未來很多法案 也是需要民眾黨 來支持嘛 啊所以 本來看起來 陳雪生是有妥協喔 結果竟然會因為 民意炸鍋 然後讓這些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就一一繳械 不再聽這個副主席的話 然後就只投 就都堅持自己 我覺得國民黨的基層 都很很懂柯文哲 很懂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基本上 柯文哲他的他的這個兩面嘛 他有時候十藍十綠 然後現在他表明的就是 就是藍嘛 就是小藍嘛 基本上他是在吸 在吸國民黨的血啊 如果他不是在吸國民黨的血 那我要問他這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不是一開始就要找他藍白河嗎 他也都同意當父的 結果後來還會反悔 那反悔後你看 但以結果論啊 這樣一對一怎樣 還有很多變數啦 但是結果論 國民黨加上民眾黨 就大於民進黨 我們這一次只拿的是40出頭趴 所以你對於這一些 藍的他們的支持者而言 柯文哲可不可惡啊 當然可惡啊 都已經談好說要藍白河了 你還可以反悔 然後又在那邊講說 扭3趴扭6趴 然後把國民黨羞辱到了一個極制 如果結果竟然到了選舉完了 然後前面的事全部都忘了 然後說啊 我們要拉攏他 拉攏的結果是怎樣 院長的選舉的時候 他也是當時的 他也沒有照聘教兵說 來投給我們韓國瑜啊 也沒有他們是投給自己啊 所以可以看出說 以這樣的佈局 那個傅坤級主席這一段時間 這樣努力沙盤推演了好久 結果在今天完全都瓦解掉 都沒有還是回到了這個 國民黨民眾黨 那民眾黨當然現在表態說 我支持國民黨 實際上民眾黨現在表態支持國民黨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還要繼續吸國民黨的血 但是民眾黨很聰明 他也知道說 國民黨現在 他自己就可以提法案 他如果強烈的黨 黨紀的動員之下 甲級動員之下 54就可以大於民進黨的51 所以這一些法案的credit 未來就是國民黨的 那民眾黨當然不可能這樣做啊 他會說 我們柯文哲當時 也有提出很多我們的證件 這些證件 所需要用法案來配合的 這一些得分 這一些credit 不可以單單只做給你們國民黨 所以我們這巴士就很重要 那所以我覺得未來還是要看 很多法案的佈局 那傅昆琦勒 他之所以會拉攏 民眾黨 我覺得他有他的想法 事實上 善在傅昆琦的想法是說 有一些比較爭議性的法案 也許我們國民黨一個人 我們一黨 要來對抗整個民意 像有一些法案 他可能會成就了某些族群 會得罪很多年輕人 可是他知道民眾黨有小草 這些小草勒 在網路上 都是以前的 所以我們這些法案 把民眾黨拉過來 讓他站在我們這一邊 哇這些小草勒 在網路上會幫我們吵架 會幫我們去捍衛這些政策 那我們國民黨就不用站在第一線 去抵抗這樣的 抵抗這樣的民意 我覺得他們都各有算盤 所以未來我覺得 還是要看立法院開議之後 然後把每一個政黨都會提出 每一個政黨的優先法案 那這些優先法案 一定會受到人民的一個檢驗 那可以看出 我可以講民進黨 現在會很辛苦 因為我們同時間 那光這幾天的中配相關法案 就開始有公防跟爭議 就開始有公防出來 對 所以在於中配的法案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會呈現說 好 你在強調公平性的這一件事情上 我們發現事實上 對於中配外配 他有他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他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說公平的話 應該要兩個 不管是來自哪裡都要讓他趨於一致 可是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的 就比方說這個一親 中配可以70歲跟12歲以下 70歲以上 12歲以下 是可以一親來台 來台 來台定居後 就可以使用台灣的健保 這一塊在外國 外國級的配偶是沒有的 所以事實上大家 應該要這樣法案這樣去檢討 未來民進黨就是要面對國會上 我們是少數 但是在一些論述上 我們還是得強化 否則在這一塊 我們未來會很辛苦 不然也是要繼續走 好 吳聰明怎麼看 其實我想這部分包含說 中國最近本來對於民進黨政府 說台灣這邊施壓的動作就很多 那到現在新國會的組成 看起來現在今天的招議選舉之後 白藍聯手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了 那就像玉玉委員講的 白藍確實在立法院是 他現在可以說兩黨加起來 就是絕對多數了 那接下來其實馬上 會有很多在過去幾年民進黨 我們去推 不然說要強化台灣主權 然後要拉開跟中國距離 這樣的法案 現在白藍可能要聯手 去把過去幾年這個方向翻掉 所以未來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要密切關注 是不是會對台灣 在整體國際情勢上面 產生更大的衝擊 包含前面講到這個金門快艇的事件 那其實我剛剛看了 這個因為今天早上內政委員會的 招委國民黨這邊選出來是高金素媒 那其實高金馬上就排了 下個禮拜就要要求海巡署 要來立法院這邊做一個專案報告 所以我先回頭 從這個海巡的事件開始講 就是說這個事情我們吵了這麼久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質上其實是一個很 是無信的事情 因為我們講所謂這一個 它的快艇是所謂的三無船隻 根本就沒有船級正名的黑船 那其實這樣的三無船隻 不要說它過來越界來台灣這邊 就算它在中國自己的管轄水域 中國自己的海域去 不論是它做什麼樣的行為 中國自己都是要取締的 它根本上是沒有正當性的 但是它今天過來台灣 我們執行一個驅離或登檢的動作之後 為什麼現在一路升高到 這麼政治的高度 其實背後當然是來自於 中國官方的推波助瀾 那我們看到說 現在中國官方 對這事情的態度 踩得非常的硬 因為包含說 要要求台灣海巡組這邊 要有真相 然後要究責 然後要道歉 要賠償 反正說我看到這個四點訴求 我是有點傻眼 真相究責道歉賠償 這不是轉型正義的四大方向嗎 那竟然一個我們 就是完全是站著住腳 在我們的水域去執法這樣的行為 中國現在把它上升到一個 說要你全面的認錯 全面的道歉 那當然背後是為了 要給台灣的政府製造更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看說 中國官方是把這事情 拉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 包含說在 這個事情是2月14號發生的 在2月19號的時候 解放軍底下的海峽之聲這個電台 他就已經為這事情做出一個定性 也就是說 要從這個金門的快警事件 來看未來打擊台獨的思路 他在這個事發五天之後 就把這事情上升到一個最根本背後 要打擊台獨的問題 那再來我們看到說 其實包含這個 這裡面 它裡面是怎麼講的呢 說雖然這起事件 看似是一起意外 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就是說這一切背後都有因素 那問題就是民進黨的正責任 他說呢 由於海峽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既有領土 所以台灣方面去說 驚嚇的水域 漁場等等 中國是一概不承認 因為這個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領域 所以這事情其實回到背後 是中國藉著這一次事件 藉其要繼續推動 對於台灣統戰的一個進程 包含說我們看到 現在分成幾個部分 所謂中國對台的三戰 輿論戰的部分 中國是在方面動之以情 說家屬只是想一個公道 只是想一個真相 家裡死的人 難道不能問一下嗎 這是輿論戰的部分 那在認知戰與新戰呢 他就去根本上 像我剛剛談到 他根本上去否定了 不論是所謂三無船制 他說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中國船 自古以來就是在這個地方 以前當然可以 所以也在這個部分 去推翻了所謂 過去兩岸之間的一個默契 就是所謂的禁止水域 那再來到現在 法律戰的部分呢 也就是他去包含說 不承認台灣的管轄權 包含他讓自己中國的海警 在金架附近水域執法 他用這多重的 綜合打劫方式 就是要在520之前 不斷對台灣 透過灰色作戰方式 極限施壓 一方面 測試台灣的底線 那一方面 也在過程中 他要去企圖創造 一個新的繼承現實 也就是把本來 過去的台灣的主權 翻掉 然後他推一個新的 也就是說 這邊一直以來 就是中國的領域 所以這部分 我想相信接下來 可能動作 還會更頻繁 更頻繁 所以在這部分 包含海巡署 今天出來是說 這部分不會道歉 因為秉公職法 不能道歉 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開了一個破口 讓中國有了機會說 你看這件事情 根本上就台灣方面 錯台灣 民進黨政府 一意孤行一條性 那未來背後 之後我們的主權 可能一步一步一步 最後退到 退無附加的地步 所以這部分 當然民進黨政府 我們的立場是說 底線要守住 我們可以慰問 但是不會賠償 不會道歉 那再來就講到說 這個是中國官方 對台灣的施壓 問題說台灣我們內部 也面臨到來自 相當一定程度的壓力 包含剛剛講到 現在國民黨 要在立法院推動 這一個放寬 中配入籍年限 那當然剛剛 議委員已經講了 這個所謂的中配跟外配 其實包含很多中配 現在待遇是優於外配 但我另外提一個部分 就是說在政治衝擊上部分 剛好今天最新的新聞 是我們台灣的檢方 已經根據國安法去升壓了這一個 台灣新住民國安協會 理事長周滿枝 也就是他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帶團帶領台灣這邊的 所謂的新住民 所謂中配的這個家庭 去中國包吃包住包晚 一切費用都是免費 由這個中國方面來招待 然後帶他們到中國去宣傳 包含說兩岸必將統一 包含說一個中國 包含兩岸一家親 這樣的意識形態 那這就觸犯了國安法說 你為境外勢力在台發展組織嘛 所以今天檢方 是正式的把它升壓 也積壓起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說 中配現在在台灣的人數 直接中配是35萬 那我們算上家庭 一個家如果4人 那這樣的人數是破百萬 那根據陸委會現在統計 大概每一年目前了 中配拿到身份證的速度 大概一年增加6到7千個 那如果未來我們把年限 從6年縮短成4年 那他們評估大概這樣增加速度 會增長到一年兩萬人 也就是說如果在中國 已經是系統性的 透過配偶這樣一個管道 來對台灣事情統戰狀況下 我們現在又把這個門打開更大 讓更多水流進來 那這方面是不是會對台灣的 國安產生更大的衝擊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個中國系統性的 介入台灣選舉的同時 去維護台灣民主的主體性 所以我想這部分是未來立法院 很需要民黨去一個 距離力爭的地方 好我請教議員 當時的許多相關的法令 都將中配跟外配切割開來 然後使得雙方的權利義務 跟法令法規不一樣 那這件事情本身 戰略上也需要調整 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外籍配偶上 我們是用國籍法 所以有包括說外籍配偶 必須放棄國籍 那在中配的話 我們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也是存在 台灣跟中國一些比較微妙的 就是說我們並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一個 就是他們主張的說一國兩制 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確實也跟國籍法會產生的落差 包括說放棄國籍的這樣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也許台灣必須要去思考說 未來如果要讓他趨近一致的話 台灣的這一個整個的 陸籍的制度 我們也許可以思考 類似像美國用綠卡 我們也許可以 未來創造一個新的制度 叫做長居 就是長期的居留 長期的居留 當然他就不等同於身分證 但是他一樣是享受 有跟國民一樣 應該要有的健保 然後應該要有的就學 就醫 但是就是在投票權 這塊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就是變成未來如果所有的 不管是哪一國的配偶 如果他們把他進入長居的話 這也許是一個解套 因為確實上現在在面對 中國的滲透的時候 如果他們這一次的中配的大幅開放 會不會有類似像吳貞剛講的 他們這樣的洗人口 或者是我們看到香港 就是一個雪玲玲的例子 他們從雨傘革命之後 他們整個的支持香港 可以維持獨立運作的這樣的聲音 力道越來越小聲 這個也是他們 因為有太多的中國籍的人口 進到了香港 讓香港的聲音變小 所以這部分 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但是在立法院 我們相信我們會面對 國民黨民眾黨 會用很強很大聲的聲音 去說他要捍衛 這些中國籍配偶的人權 我覺得我們應該論述清楚 中配以及所有外籍配偶 都是外籍配偶 對 同樣都是外籍配偶 就是你要回到修法 應該要讓他回到說 好讓他們的權利 居於一致 那這樣一致的權利之下 他們到底享受哪些權利 以及負擔哪些義務 以及基於國安的考量之下 應該要在他們的權利 享受權利中 有部分的限制 我想這個是一個 也許未來可以思考去解套的方式 好我們稍後回來